小美三天没更新却在放火烧自己创业的菜园 吓得村民都傻眼了不敢招惹她 邻居阿姨却表扬小美烧得很不错 殊不知这是小美耍小心机阴谋的第一步 早上小美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下跪 在家门跪着给自己梳理发型 特意把自己打扮美美的像个公主 随后带着孩子去地里松土地干活 这些黑黑的物质对于小美来说 是一种种植蔬菜的好肥料 不仅省钱还能增加蔬菜的产量多赚点钱 同时还能把稻草灰称为杀虫剂 能有效把菜地里的害虫全杀光 小美警告自己每天必须保持好心态 由于这几天小美被前夫大老婆骚扰 如果一旦被婆婆整崩溃了诡计得逞 否则以后未来的日子很难走远 原来是大老婆想来学习小美的种植技术 小美打心底没想教她 得知她也被婆婆一家赶走了 因为小美到现在都很生气 刚嫁来国外13个老婆中是她带头欺负小美 明明知道小美从中国远嫁来婆婆瞧不起她 还故意跟婆婆说了小美的坏话 甚至还挑破离间她和丈夫的关系 注意看在小美挖地时孩子摔倒了 孩子没有哭而是懂事地站了起来 小美感到很欣慰 这一生有这么懂事的孩子再苦再累也值得了 这从侧面反映出一个问题 以后长大是个坚强会保护妈妈的好孩子 随后小美却败家地把辛苦见到围栏拆了 把很大捆的稻草全搬到菜园 看来是误会小美的聪明了 原来是为了能让人不绕远路进去 省下的时间能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 因为稻草需要一点一点的铺平 消耗的时间远比搬稻草多三个小时 画面一转小美激动地放火烧菜园 突然刮大风火烧得很大 小美很心慌地抱走孩子 幸好小美做了隔离带 围栏边边差点就被火烧了 过了一会稻草全都被烧黑 这也意味着小美要撒种子种菜了 让我们来看看小美会种植什么蔬菜 有孩子喜欢吃的小青菜 还有人人都会吃的配料香菜 奇怪的是地里冒着滚烫的热烟 小美立马撒了一大把种子 这样往热气中撒种子不会被烫熟吗 几乎一整把种子都倒在手里了 像撒鱼饲料般震惊一瞬间全撒在菜园 不料这三条路还没撒完种子就不够了 为了种植更多类型的蔬菜 小美决定攒钱再买些种子 挑战摘成里人不认识的野花卖 小美尝试用木棍上的小钩子摘 结果赚了好多次都没有摘到 可能是小美远嫁根本不会用国外的工具 随后想到个简单粗暴的办法 爬到鸡卷屋顶上摘野花 蹲着瓦片上面腿发抖得很害怕 小美摘一根邻居阿姨心疼树一次 邻居阿姨对这棵木瓜树有感情了 这棵木瓜树陪伴了邻居阿姨半辈子 如果不是小美这个人没父母依靠的原因 根本不会同意其他外人摘走的 因为树有花才能接触木瓜 木瓜邻居阿姨能做出更多的美食 比如木瓜炖排骨汤 生吃木瓜等等各种吃法 由于邻居阿姨担心小美摔下来 抱着孩子在下面盯着小美 万一出现问题还能及时提醒 而小美的情商是还有待改善的 竟然把所有木瓜花摘得一根不剩 为了能让不起眼的木瓜花卖个好价钱 木瓜花被小美捆绑成小把的 小美在去市场前为了报答邻居 特意采摘了比较老的木瓜叶 为邻居阿姨家的四头大黑猪 这下小美发现了意外惊喜 竟然有一只公猪怀孕了肚子大大的 她向邻居阿姨表示 最近你的身体不太好 但以后这样脏活累活我每天都会来帮你 你只需要在家坐着休息就好 听了这些话的邻居阿姨 忍不住躲去房间大哭一顿 感叹真是太不容易了 小美竟然会主动关心我了 这样看来 邻居阿姨真的是把小美当女儿养了 虽然是没有血缘关系的陌生人 但已经比亲人还亲了 小美来到市场有个重大发现 有人用东北风格棉被装饰摊位 这位老人家是特意等小美的 是小美的第二个中式客户 无论卖什么东西她都会买一大袋 虽然她经常穿有破洞的衣服 却十分有爱心 经常买了送给没钱吃饭的流浪老人 很多人都在劝小美赶紧回国 不要在这里受苦了 其实她也很想回到家乡 但现在还欠邻居阿姨20万没还清 根本做不到当老赖白眼狼一走了之 摆摊几个小时后 小美清点今天赚了多少钱 由于是纯利润没有成本价 小美很高兴总共赚了300元 这下不用筹买种子钱不够 因为还要留一部分还钱 所以小美对买种子的预算卡得很紧 不幸的是 来买种子时遇到了流浪狗 小美担心孩子被咬走得很快 在商城购买了两包黄瓜种子 老板见小美买得少 又推销几款从中国进口的给她 表示中国进口的种子成活率高 比如西红柿茄子小米辣等 品质都是一级棒的 最后小美买了十多包种子 不料回去时小美的孩子很不正常 在回去的路上孩子却私自拿摊煮的饼 原来是肚子饿了一整天没吃东西了 随后小美买了两个糯米粑粑 和孩子在摊煮旁吃得津津有味 恨不得把香蕉叶都吃了 在他们当地会有人吃香蕉叶子的 一般情况下都是饿得没东西吃的人 下一集会有更多你意想不到的精彩内容 一岁孩子生病妈妈却不带她去医院看病 反而折磨孩子在菜地里吹冷风 小美的孩子可口长达两周了病情还没见好转 竟然还很乐意让孩子吃伤害喉咙的薯片 也不给孩子多喝热水保护嗓子 小美却还在慢悠悠的一颗一颗摘蔬菜 因为老板给小美提了唯一的要求 不能用手拔蔬菜必须用菜刀截断 得把青菜根留在地里让它循环生长 一般20天左右又会重新长一批新蔬菜 这也是当地种植蔬菜的秘密 其实主要目的存在一举两得的好处 一是能大面积省下种子的钱 二是节省蔬菜中间生长的时间 时间越短在老板心里相当于赚钱了 但小美心里却十分着急 原来是有人跟小美预定了蔬菜 要求必须在规定时间内交货 如果不按时交就得赔偿违约金 这是小美第一次接到大单子 所以小美很怕出问题赔很多钱 早上没有吃早餐就背着孩子出门了 小美一个人也没太多时间管生病的 为了不让孩子饿到头 只能让孩子吃薯片垫垫饥饿的肚子 小美也很难受地责怪自己 恨自己钱不过买不了孩子吃的感冒药 所以小美只能拼命摘蔬菜赚钱 虽然蔬菜园一眼望去都是杂草 但小美摘的每一颗蔬菜都是又大又绿的 遇到有黄叶子不好的蔬菜 小美直接在菜地里剔除不要 最后筛选的都是数一数二的好品质 不料下一秒小美就踩在蔬菜上走了 原来是这块区域的菜摘空了 随后小美被孩子一路疯狂地跑 气喘吁吁地终于跑到市场了 而孩子的咳嗽声也比早上更严重了 但妈妈依旧没给孩子穿保暖的鞋子 明明有鞋还让她光着脚在市场到处走 小美也不去身后人更多的位置摆摊了 情愿孤零零地在没人的位置卖菜 小美以前的位置早就被人抢了 因为当地过德赛节的因素 随后蔬菜摆好小美带着孩子去玩具店 如果你觉得是买玩具就大错特错了 原来是小美把称菜的秤寄存在店铺 放一次收费的费用高达10元 奇怪的是老板娘并不要小美的钱 由于小美心里过意不去 最后免费送了一大袋蔬菜给老板娘 不料跟小美提前预定蔬菜的老板一直没来 新鲜的蔬菜都快晒干扁了 难道是被放鸽子不要货了吗 小美傻傻地等了一下午时间 提前预定蔬菜的老板来了瞬间买了一大袋 第一时间她就跟小美道歉了 因为过节饭店生意太忙了 根本脱不开身出来购买蔬菜 在她面前小美自卑了 因为同样是单亲妈妈独自带着孩子 为什么自己和她差距那么大 小美羡慕别人赚得盆满钵满的 自己却每天苦哈哈累死累活地在卖菜 卖了一整天也赚不了多少钱 但对于小美而言别无选择 只有摆摊卖菜的生意门槛最低 投入的本钱相对还比较少 没想到小美菜少却打败了开店的 同行卖蔬菜的种类很多 牧鼠苦瓜南瓜上海青等应有尽有 跟超市一样便是能一次性买全 小美只有一个单品青菜甚至还带重年 虽然同行很强小美也不怕 毕竟自己进货的是纯天然不打药的 小美蔬菜卖的价格也比同行低 很快小美的摊位钱为满了人 而同行少得可怜只有一个人 小美的客人也很大气 每个人都装了一大袋蔬菜 让小美第一次破纪录赚了一个月的生活费 孩子坐在被篓上吃酸酸的羊头 小美则在收摊准备回家做好吃的 想做一份一年都没吃的啤酒鸭 好在也赚到钱给孩子买药了 下一集会有更多你意想不到的精彩内容 女人负债19万却要买最贵的猪肉庆祝 庆祝还了邻居阿姨一万元 但邻居阿姨却执意不要小美的钱 而是给了她一个万分重要的任务 让她多去一趟市场多买些新鲜的猪肉 挑战做尼泊尔最知名的竹筒生猪肉 那小美第一次做能成功吗 由于小美是第一次做竹筒生猪肉 内心很紧张 生怕做失败让邻居阿姨伤心 因为今天是邻居阿姨50岁的生日 同时还是尼泊尔过年的好日子 小美先把一大块猪肉进行分割 再把猪肉切成小块小块备用 这个过程需要消耗很长时间 大概需要5到6个小时 不料下一秒蜜蜂来捣乱啃屎猪肉 可见小美买的猪肉一定是土猪 幸好小美没买到假货的猪肉 否则就伤害了邻居阿姨的身体 当地的假猪肉通常是冻货僵尸肉 也许放的时间比小美的20岁年龄还久 如果邻居阿姨吃了小美做的变质猪肉去世了 小美可能一辈子都活在自责当中 值得注意的是 小美终于舍得换新拖鞋穿了 这也算是远嫁国外穿的第一双新拖鞋 之前穿的黑拖鞋被小美珍藏在家 猪肉切完到了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由于小美第一次往竹筒里装猪肉 不知道装多少都是凭着感觉装的 为了做出邻居阿姨喜欢吃的口味 小美特意挑选了最新鲜的竹子 都是当天现砍当天现装的猪肉 其实尼泊尔这种腌制的竹筒生猪肉 做得好就十分好吃 做不好就会酸酸的像变质的味道 不过在小美装猪肉 你们注意到一个细节没有 小美的脸肿肿的像个猪头 是因为昨晚熬夜哭了一整个痛宵 收到同学的短信让她瞬间后悔不已 表示看到视频实在为小美感到惋惜 当初没有远嫁在国内生活 肯定比现在嫁得还好 根本不用带着孩子在荒山吃尽苦头 原来这个人是以前追求小美的男同学 现在在国内混得风生水起 画面一转小美猪肉到了包装环节 都是用的芭蕉叶子进行封口 随后再用小木棍捆绑 保持竹筒生猪肉原汁原味防止漏气 由于没有用更牢固的工具进行封口 小美忐忑地欣喜来担心猪肉馊了 手不敢过多接触脆弱的封口 赶紧抱去厨房角落安置放好 避免触碰漏气导致生猪肉坏了 这种竹筒生猪肉一般腌制几天左右就能吃 大家觉得小美第一次做的国外美食算成功吗 让我们拭目以待邻居阿姨会不会喜欢 下一集会有更多你意想不到的精彩内容 小美两天没更新却在破坏稀有树林 却意外获得当地领导干部多次夸赞 特别鼓励她再多砍鞋 难道是婆婆派人来陷害小美 故意怂恿小美多砍鞋稀有树抓她坐牢的吗 一大早小美就偷偷摸摸地出门了 选了一棵又高又大的稀有品种香蕉树砍 这么高的香蕉树小美还是第一次见 感到十分兴奋自己发现了好货 却不知已经掉入了婆婆布置好的陷阱 小美砍了一堆的香蕉树 只选了当地人喜欢吃的香蕉花 在还没远嫁过来这里之前 小美在国内并不知道香蕉花还能吃 直到饭店老板跟她预定山里的友 小美才知道香蕉花能吃 具体怎么吃小美就不知道了 各位网友姐姐们 你们的家乡也会吃这种野生的香蕉花吗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数过 小美到底被婆婆陷害了多少次 其实满打满算都有六次左右了 现在小美一想起婆婆的嘴脸 就恨不得冲去婆婆家打她一顿 由于没有亲生父母在身边撑腰 小美不敢一个人去婆婆家 唯一的泄恨方式就是多砍香蕉树赚钱 让婆婆一家后悔一辈子 其实婆婆的诡计早就被小美识破了 当她第一次看到四层楼高的香蕉树 担心会是当地被有关部门保护的职务 就提前询问了邻居阿姨是否能砍 而婆婆的目的就是想吓唬小美会坐牢 让小美感到害怕 从而欺骗小美辛苦摆摊赚的钱 小美砍完稀有的香蕉树后 特意去了新开业的新市场摆摊 背景墙不仅很干净还很漂亮 客人也是源源不断地涌来 一买就买连续六个左右的香蕉花 甚至还不停夸赞小美的孩子很漂亮 小美嘴都笑得快和不拢了 原来是小美收获了一份天大的惊喜 眼前的客人不仅在打听邻居阿姨的信息 还承担了小美摆摊的摊位费 随后一声不吭的就走了 虽然小美感到很奇怪 但幸好忍住没有告诉 才见了一面的陌生客人 小美担心是她惦记邻居阿姨的财产 因为最近阿姨身体状况不是很好 怀疑她是邻居阿姨的儿媳妇 为了消除心中的怀疑 小美准备卖完香蕉花就告诉阿姨 作为尼泊尔的客人 顾客很喜欢剁小美的孩子 不料孩子却在舔室捡来的塑料袋 但妈妈小美却没有发现 还在忙碌地为顾客装香蕉花 侧面看小美真的美若天仙 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大美女了 但小美却不在乎这些 她更在乎邻居阿姨被陌生人打听了 担心邻居阿姨会被欺负出世 终于小美的芭蕉花卖完了 急忙地赶去邻居阿姨家讨要说法 果然真的是邻居阿姨的儿媳妇 但邻居阿姨却让小美不用担心 我会有办法对付儿媳妇的 随后还贴心地邀请小美的孩子吃中午饭 但小美看到阿姨吃的饭是红薯类目了 十分心疼阿姨借给自己的20万盖新房 竟然是吃红薯省吃俭用存下来的 小美难过地穿着鞋子 准备再多找一份服装店打工的工作 想报答邻居阿姨的恩情 小美能如愿以偿找到新工作吗 下一集会有更多你意想不到的精彩内容 20岁中国姑娘远嫁尼博尔被其他三个老婆欺负 一气之下带着孩子离家出走 孩子饿得都在捡地上野花吃了 今天是她来到深山老林生活的第60天 为了给一岁的孩子提升生活质量 她去老人家菜园悄悄地拔蔬菜 想种在自家菜园里创业 很多人都在提问小美为什么不回国 其实小美也很想早点回国 但由于还欠债19万枚还邻居阿姨 小美一脸苦笑地表示 如果能现在还清欠款早就回国了 但小美这种偷懒行为能种的活蔬菜吗 早上先在老人家的蔬菜基地拔蔬菜 回家后又种在自家的菜园 虽然是老人家种植的蔬菜质量很好 但这种种植方式小编还是第一次见 小美把蔬菜一棵一棵的放土坑里 随后再把刚拔来的蔬菜买好种植 因为小美在做一种新实验 而小美当时为了获得蔬菜心也太狠了 孩子哭得很大声也没有管他 反而再把不太值钱的菜当成宝贝供证 小心呵护蔬菜的菜根用树叶包裹着 其实小美没及时管孩子没有错 主要是孩子吵闹着要喝牛奶 不给喝牛奶就闹脾气 对于管教孩子这方面来说 小美觉得得从小就严格管教 否则长大了更叛逆做坏事 随后小美便抱着孩子回家了 也许是路程太远 回到家孩子都睡着了 假如小美能有一张摩托车 每天忙碌这些重要的事情就不用走路了 小美为了给孩子更富裕的生活 每天都在一点一点地努力着 顶着热辣的太阳去种菜 这种种菜方式其实在古代就很出名 类似拔苗助长的故事 看着眼前这些菜小美有了新计划 必须得多攒些钱给孩子去好的学校读书 提高认知和考虑事情的思维 不要像自己一样走了错路 在该读书的年龄被爱情冲昏头脑 而小美今天还有第二个任务没完成 背着孩子终于去到当地秘密基地 这里长满了翁菜 绿油油的新鲜程度很高 但很快小美遇到了新困难 有一些翁菜长得实在太老了 在鲜嫩的数量上 根本达不到小美心目中的要求 只能靠自己睁大眼睛摘嫩的翁菜 小美忙着摘翁菜却差点害了孩子 让孩子独自站在上面等她 没过一会孩子消失在小美的视线 幸好地上的蚂蚁先一步挽救了孩子 孩子蹲在地上很开心地拍打蚂蚁 小美在带养孩子这方面的知识 确实该提升提升了 否则孩子走丢了小美后悔都来不及 但有一件事情是小美每天必做的 就是带孩子来市场摆摊了 同行经常聚在一起说她闲话 嘲笑她年纪轻轻出来摆摊 小美虽然听见了闲言碎语 但选择置之不理 就当左右近右而出 表现得很开心地陪孩子玩 换一个角度来说 小美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因为小美内心已经很强大了 当初她都敢放火烧了婆婆家房子 现在完全不在意这些同行瞧不起自己 只要自己摆摊能赚钱就行 甚至还要赚的钱比他们多 作为同行他们心里肯定会不舒服 由于同行的闲言碎语 小美卖菜卖得更卖力了 吸引了不少客人很快就卖完了 大家觉得同行有被小美气到吗 下一集会有更多你意想不到的精彩内容